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国安向中国足协提出上诉 9月30日 中国足协公布重磅罚单 李伟峰 陆江在中超联赛停赛发场 罚款8000元人民币 10月2日 武汉光股召开股东会议 向全体队员宣布退出中超消息 下午 武汉光股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退出中超联赛 总经理徐志强说道 在今天 我代表武汉俱乐部 被迫宣布这样一个决定 武汉俱乐部从今天起 正式退出中超联赛 我们在此真诚地向众多支持湖北足球的球迷表示真诚的歉意 最终中国足协宣布开除弩武汉队的注册资格 罚款30万元 全年成绩判0-3负 武汉队球员李伟峰最终转会水源三星 曾成加盟河南建业 邓小飞 邓卓祥 荣浩加盟江苏顺天 其他球员也均被挂牌处理 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 武汉光股总经理徐志强表示 希望我们的牺牲 能换取中国足球的崛起和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